各位大家好 很高兴何博士今天来跟各位分享的是 之前很有名的一首歌叫做 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 画为千锋或者是千锋之歌 那我们今天呢 重新何博士来重新翻译 让我们来感受一下这首歌 好那各位如果你要下载PDF资料 以及要聆听MP3的话 麻烦你上网搜寻何必日 在我们分享资料库当中就可以下载 而且这一次的MP3是由何博士本人亲自录音 所以呢再麻烦你上去看一下 那你进了网站如果你找不到的话呢 你可以用这个搜寻的功能 找一下千锋之歌或者画为千锋 就可以找到了 那再麻烦各位加入我们的LINE还有Telegram 那我们何博士呢 常常会在上面分享日文的讯息 日本留学的信息 再麻烦各位加入一下 好各位来我们开始来看一下这首歌的歌词 一刚开始他就讲了这句话 私のお墓の前で 各位这个单字旁边注音的这个数字 就是我们日文的accent 就是日文的重音 他日文的重音是分高低音 英文是强弱音 那关于日文的重音的部分 再麻烦你看一下何博士其他的影片 我们都有做讲解 再麻烦你查一下 私のお墓の前で 在我的墓前 各位这个お是美化街头词 你可以不要用这个お 你可以不要这个お 你可以讲私の墓の前で 可是各位 这个在日文当中美化街头词 这个美化并不是美化我自己 因为他这个お的美化是美化这个字 让听的人比较舒服 比如说你看 日文有一个お買い物 お買い物 买东西 お買い物 几乎都会加这个お 因为他是让买东西这件事情美化 而不是美化我 所以私のお墓の前で 在我的墓前 在我的墓地的前面 在我们墓碑的前面 这个で是格住词 在日文当中我们把它分成 我们把它当成格住词 然后这个格住词 这个で是表示动作的场所 有时候我们把它翻译成在 在我的墓前 在我的墓地的前面 私のお墓の前で 在我的墓地的前面 泣かないでください 请不要哭泣 各位日文是从后面看回去 ください是请为我 如果动词是否定的话 你就必须用泣かない 再加上这个で 变成泣かないでください 那各位为什么这个中语是泣かないで 因为呢这个泣か 泣く这个圆形动词 它是平板音 当动词是平板音的时候 它变成ないで的时候 它会变成在ない的地方 平板音 所以它就会变成ないで 但是如果不是平板音 会变成这样子 食べる 食べる它不是平板音 所以它就会变成食べないで 如果不是平板音 它就会在那的前面这个字 它就会变成食べないで 那因为泣く这个动词 它本身是平板音 所以它加上ないで之后 就会落在那的这个地方 所以泣かないでください 动词否定加上で 再加上ください 表示请对方不要做这些事情 请对方不要做某事情 因为这个ないで 就是表示跳过这个动作 做其他动作的意思 所以泣かないで 拜托你不要哭 泣かないでください 所以这个ください 我们有时候可以把它翻译成 Please 请不要哭 而且这个Please 有一点命令的意思 泣かないでください 各位我问你 我们对长辈可以用ください吗 各位 对长辈尽量不要用ください 除非这个动作是对长辈有利的 这个时候才可以用ください 比如说 之前的博士在日本念研究所的时候 我们在研究室讨论 在我们老师的研究室讨论 那老师一定会泡茶 泡咖啡 就看老师 结果喝完茶喝完咖啡之后 我们老师要拿着杯子去洗 我的日本同学就很紧张 就说 そのままおいてください 你放着 老师您放着就好了 这个时候不用去洗这个杯子 是对老师有利的 就可以用ください 对老师有利的 就可以用ください 一般不要用 一般对长辈不要用 一般对长辈也不要用 所以 泣かないでください 请不要在我的墓碑前面哭泣 怎么说呢 为什么呢 そこに私はいません 在那个地方 我没有在那个地方 所以各位 这个に 在中文当中 我们也是把它翻译成在 可是你要记住 这个在 に 这个在 是静态的 这个いる いません 是我不在那个地方 我没有做任何动作啊 他只是表示存在而已啊 所以你表示存在的时候的 这个时候的 存在哪里的这个格注词 用に 刚刚我们有说 做动作的格注词用で 存在 只是单纯表达存在的 格注词 就用に就好了 所以 そこに私はいません 在那个地方 我根本没有在那个地方啊 所以各位 为什么用 そこに私は 这个 是表示主题 表示要说明 我啦 我跟你说 我根本没有在那个地方啊 所以各位 你只要看到 就表示这个 是在说明我 好 那意思就是说 そこに あの人は います 所以他有一点点对比的意思哦 那在那边的是别人啊 不是我啦 我没有在那个地方 其他人可能有 但是我没有啊 そこに 私はいません 好 这个いません 这个いる 原型动词是いる 他加上ます 表示美化 加上nu 表示否定 所以 いる加ます 变成 い加 ます ます 加上nu 就变成 い加 ます 再加nu 但是 在口语当中 这个nu 就变成 嗯 为了好念 所以就变成 いません 所以 再只有 い这个字哦 ます 是美化哦 是ます 变来的哦 嗯 是否定哦 是nu 变来的哦 所以变成 いません 我不在那个地方啦 所以你不用 你到我目前 不用哭泣 我根本就不在那个地方 然后 眠ってなんか いません 我根本没有在那边 睡觉什么的 都没有啦 所以各位 这个なんか 在这里是 举例哦 我没有在那边 睡啦 我也没有在那边 躺 这是举例的意思 所以各位 这个 眠っていません 本来是只有 眠っていません 动词的定型 加上いる 表示 现在进行事 然后 いません 表示 没有在那边 睡觉 眠っていません 那这里的なんか 我们刚刚说的 表示举例 跟你说 我没有在那边睡 也没有在那边躺 我没有哦 来各位 这个眠る 这个动词哦 眠る这个动词 是睡着的意思哦 然后这个 寝る这个动词 是 去躺下来 所以我昨天 都没有去上床 睡觉 是 寝ませんでした 寝ませんでした 是我根本 没有去躺下来 我根本没有去做 睡的这个动作 那如果你说 眠りませんでした 眠れませんでした 用过去式 用否定的话 是我有躺下去睡 但是我没有睡着 所以 眠る 是睡着的意思 所以意思呢 就是 我根本 没有在那边睡觉 没有在那边睡觉 好 所以这个 なんか 是表示 举例 而且这个 有点 轻蔑的口气哦 有点不屑 没有在那边睡啊 所以我们刚刚说的 这是可以省略的 可以省略的 好 然后呢 他就去说了 線の風に 各位 線の風に 这个に 是表示 变化的结果 因为他后面 有一个 なって 第一次唱的时候 他没有唱出来 这个なって 是表示 变成的意思 他汉字写 なる 变成的意思 那变成什么 变成に 变成千锋 这个一千个风 很多风的意思 線の風に 这是我们变化的结果 但是 第一次他还没有唱出来 所以他在第二次的时候 就唱出来了 線の風になって 我会变成 很多很多的风 線の風になって 然后 あの大きな空を 各位 为什么用あの 就是你知 我知 才用あの 如果有一个人不知 或两个人都不知道 那就用その 因为你知道 我知道 所以用あの 所以我跟你说 我会 我会遨游在 那个 广大的天空 广大的天空 哪一个 你知道的那个天空 我们熟悉的那个天空 你知 我知的那个天空 あの大きな空 各位 这个O 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个O 表示移动的空间 这表示移动 我会在那边 吹腑的意思 吹的时候 它会移动 所以要用O 所以这里并不是 受词的O 这是移动空间的O 所以 O-kin 然后这个O-kin 是心理上觉得很大的天空 心理上 心理上 如果是实际上的大小 是用O-ki 实际上的大小是用O-ki 心理上的大小是用O-ki 比如说你的手 感觉你的手很大 比如说爸爸的手 妈妈的手很大 那个大是O-ki 心理上 除非你爸爸的手真的很大 那个大小是O-ki 那如果是心理上 是O-ki な て O-ki て O-ki な て 所以 在那个广大的天空 吹き渡っています 我会在那边 尽情的吹腑 就是我变成很多很多风 我会在天空一直吹 各位 这个吹腑就是吹腑的 渡る 这里是到处的意思 吹满 到处吹的意思 所以吹き渡っています 各位 这个ています 是表示状态 我正在那边吹腑着 吹腑着 尽情吹腑着 继续 他继续唱了 好 所以他说呢 秋には 光になって 在秋天的时候 秋には 这个你表示时间的 这个 是表示对比的 所以各位 我们 看到这一句的时候 就表示 他不只要讲秋天 他还要讲其他的时间 只是他先说 到了秋天 我就变成 光になって 我会变成 光芒 就是我们说的阳光 光になって 秋天的阳光 非常的温暖 而怎么样 畑に振り注ぐ 各位 这个振り注ぐ 是往下降的意思 通常在形容下雨 有些液体往下飘 往下降的意思 好 但是呢 他这里是光芒 他也是用振り注ぐ 所以我们把它翻译成 普照 怎么样 普照 然后各位 这个畑就是田地 畑 田地 就是做果实 种果实 那些果实需要阳光啊 所以呢 我就带来阳光嘛 所以畑に振り注ぐ 因为我变成光 我变成了太阳的 然后 冬は来夜のように 但是呢 到了冬天 有没有 我们刚刚不是说秋天吗 但是呢 我们刚刚说那个 哇也有对比的意思 所以 到了冬天 哇 没有 跟秋天比哦 到冬天就变成哦 大雅のように 就好像钻石那样斑底 大雅のように 那样斑底 那样斑底 变成什么 きらめく 各位 这个きらめく 就是闪亮发光的意思 きらめく 雪に鳴る 就会变成 闪亮发光的 这个雪片飘来 冬天会下雪 所以我就变成 雪片飘来 秋天的时候 要收成 要阳光 我就变成阳光 きらめく 我就会变成 闪闪发亮的雪片 那这个きらめく 在这里 是动词哦 但是日文的动词 可以变成形容词 发光的雪片 发光的雪片 那中文的动词 怎么样变成形容词 中文的动词 加一个的就好了 我们刚刚不是说的吗 发光的 有没有 发光的 所以中文都是 在动词后面加的 就变成形容词了 日文不用哦 日文直接动词 就可以加名词 它直接就可以当形容词了 不需要no 直接动词 可以当形容词 再来 所以继续哦 到了早上 一样哦 这里是表示对比 到了早上呢 我就变成鸟儿 在那边游玩 然后鸟儿在那边游玩的时候 会叫出声音嘛 会有这个轻声细语 anataを目覚めさせる 各位 目覚める 是醒过来的意思 那目覚めさせる 是表示让你醒过来 然后这里是对象的 anataを目覚めさせる 让你醒过来 夜は 到了晚上 夜は 星になって 到了晚上 我就变成繁星 高挂在天空上面 夜は 星になって anataを mi ma moru 我就守护着你 mi ma moru 看着你 然后守护着你 mi ma moru 好 再重复了 私のお墓の前で 泣かないでください そこに私はいません いません 好 再来 死んでなんか いません 所以 我并没有死在那个地方 这个なんか也是 我们刚刚说的 这是表示举例 我并没有死在那个地方 我不曾真的死去 我只是 对不对 也许我躺着而已 我人躺着 但是我的精神 并没有在那个地方 我从来不曾真的死去过 一样 千の風に 千の風になって あの大きな空を 吹き渡っています 好 那我们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如果你要下载PDF資料 然后你要听MP3 再麻烦上何必日语的网站 而且你要记得订阅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